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 《治療法與你》 又是我,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你今集好似為聽眾 帶來一個英國同類療法醫生的故事 是,大概一百年前 英國有一位很出名的同類療法醫生 叫John Condon Burnett B-U-R-N-E-T-T 這位同類療法醫生 其實本身是一位傳統的西醫 是 他也是醫學大學裡面的一位解法學教授 所以他是一個很資深的西醫 但他最後成為了同類療法醫生 為什麼呢? 我成為同類療法醫生 他有一本書 他早年寫了 叫做《五十種原因我成為同類療法醫生》 是 那這本書的故事是怎樣開始的呢? 原來早年,Condon Burnett有一位朋友 這位很熟悉的朋友 原來是國會議員 是 那這位國會議員 有一個小侄 剛剛醫學畢業之後 他就去歐洲 去參觀很多歐洲的醫學院和醫院 然後想回來英國開始行醫 那這位朋友 不如想Dr. Burnett 見一見這位小侄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Dr. Burnett 會介紹給他聽 就是介紹同類療法 因為這個國會議員 自己是很相信同類療法的 所以他希望 他的小侄都像Condon Burnett Dr. Burnett 就由一位西醫 轉為同類療法醫生 那他們就約了吃飯 在吃飯的裏面 發現這位年輕人 他叫Dr. T. A. K. 是很自負、很傲慢的 就是認為自己的西醫那套 是很棒的 認為同類療法是一種 騙人的一種容易 基本上他們可以這樣說 最後他就指責 Dr. Burnett 你們這些是容易 騙人的騙子 然後一直以後 他就離開了 辦局就結束了 Dr. Burnett 當時也企圖說 不要緊 你不了解 你便多看看這些方面的資料 你看了之後 你便自己衡量一下 當然不會理會 這個年輕人 太自信心強 太自負 就看不起 連書都不想看 是的 然後就離開了 之後 Dr. Burnett 就想一下 他想 他還有什麼 還可以做 幫助他 他最後說 不如這樣 我就會寫五十封 即我寫信 給這個年輕人 每一封信 聚述 他怎麼會成為 一位療法醫生 他不斷地 一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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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 最後他寫了五十封信 當然 他在同學療法的經驗 也說同學療法醫所醫的病 五十封信 成為一本小書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這本書 其實在我們的健康店 陸廠岸健康店 至少在銅鑼灣 都可以賣 講一個 那些案例 那些治療的案例 他第一封信 是說什麼呢 他說 Brenette說 他很多年前 在一個沉悶的下午 他就在B醫院 看著 寫死亡證書 他突然之間 就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就呈現在那裡 原來他行醫了西醫這麼多年 他總是覺得 臨床的效果是很差的 即是很不開心 令他治療不了病 那麼他開始對西醫的治療 開始動搖 他回想他小時候 在一個田園的環境長大 很多葉綠的大地 還有很多鳥的聲音 自己去釣魚 他很開心 很開心 他簡直有一種動機 算了算了算了 我放棄一切 我移民去美國 他成為一個農夫船 他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好了 接著他窗口 有一個人經過 推著一張床 當然上面有一個屍體 推走了他 他就問他 他是一個管工 即是那些雜工的人 他就問他 這次是誰死了 過了身 這個雜工說 他說這次是Little George 小佐治 原來這個小佐治是一個官兒 康登伯奈 基本上是收留他在醫院那裡住的 醫院有很多不同的病床 他就把George安排在其中一張病床 即是妻生 他有一次 因為病床的需要 他們的護士就把George的病床 讓給另一個患病的人 因為他的病床 沒有那麼吹風 沒有那麼冷的地方 將他轉到另一張床 那張床 就是近著窗口 其實很多 很冷的 你知道大家在英國 在冬天 大家如果去過 都發現他在冬天 很冷的 結果這位 這位官兒George 就受了寒 跟著高燒 跟著就死了 跟著就凍親 發燒 高燒 就死了 那 這件事 就令到 Dr.Brenette 更加 更加 惆悵 在我手上 那麼多病人 其實我真的 醫療得好的 不多 他就開始 一直都在想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他有一位朋友 當時 是一位 同類療法的醫生朋友 他就介紹了一本書 Dr.Richard Hughes 叫做 Pharmacodynamics and Therapeutic 這個是當時的 英國的同類療法醫生 他就寫了這本書 就是講藥物的治療 那就是講同類療法的 那在這本書裡面 Dr.Richard Hughes 那本書 就提及 治療這些 瘦寒凍親 而出現的高燒症狀 其實呢 就可以用一種療劑 叫做 烏頭 Aco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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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pelis A-C-O-N-I-T-E Aconite 烏頭是一種 有毒性的草藥來的 但是呢 Richard Hughes 那本書 這個差不多 是對這種 凍親受寒 而突發性的高燒 這個是一種 是一個 specific 一種獨特的療劑 來的 好了 那Condomite 就想想 不如這樣 我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那於是 他就把Aconite 草藥 當然 記住Aconite的草藥 是有毒性的 他將它稀釋了一大輪 做了一大瓶 那他就 吩咐他的那些 護士 跟他說 將來 這些高燒的小燒 小燒 進入了我們這個 急症室 這一邊 就是一邊 左邊 這樣 就用Aconite 同時 有這些情況 有高燒的小燒 都用Aconite 但二邊 右邊 右手那邊 就叫他用普通 一向的 用的工具 那在他的過程中 他慢慢地 體會到 那 烏頭 實在對很多 這些高燒 是非常之有用的 大部分 都用一下 就好了 那 通常就是 但是 有些情況之下 其實都不行 例如他有 其他的感冒 或者有 或者麻疹 那 Aconite 其實就未必 每個人都能治療 但是他的療效 是非常之好的 有一次 Condambient 就自己 病了 或者他有時候 沒有上班 他就離開了 那個醫院 大概 兩三天 他回到 星期二回來之後 他發現 醫院裡面 那些病床 那些病人 全部 差不多 走得 沒了 沒有了 他就問那些護士 其實 發生什麼事 為何 病人都沒有了 那護士 護士長 跟Dr.Brenette說 他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忍受不到 那些年輕醫生 經常找病人 到你來做實驗 我就將你的那些藥 兩邊都用完 不只一邊 兩邊都用完 結果 所有的病人 就完全康復了 他发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是一种受寒的急烧 突然之间的高烧急烧 烏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但他有时候发现 他可能要加一些吹吐剂 就是清一下肠胃 就会很好 但是烏头是一个非常有效 对于嬸仔高烧 受寒高烧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就是他第一封信 因为烏头的治疗高烧的经验 是我第一个原因 我成为同类疗法医生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在烏头起码在什么情况呢 是一种受寒 可能一个严寒冬天的环境 干燥的冬天环境 是冬天之后就突发的高烧 高烧来得很快很猛烈的 这种情况就没有其他的伴证 就是他不会有其他的感染 或者是有谈症或者是出马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在香港来说我们经常都遇到一些小朋友 就有一些没有其他症状的烧 他确实是烧 这种很多是病毒性的烧 这种烏头是一种植物 大概有四五尺高的植物 它通常是生长在一些高山的地方 通常那些环境都是很多的暴风 就是一种寒冷暴风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在我自然界都是这样的 它通常那些植物适应用的地方 通常都是一些地方 是跟它的环境有关系的 烏头也有一种叫做monkshood 也叫做乌spain 乌spain就是狼的毒药 如果狼吃了之后可能会中毒身亡 这种是一种尋有毒性的药物 所以是一种非常之剧毒的 所以不可以单来就当草药用 一定要将它大量大量稀释 在哈尼曼未创立同类疗法之前 烏头通常是用在一些风湿性的问题 或者坐骨神经痛或者一种流肿 这个是早期的 直到同类疗法 哈尼曼医生是将烏头稀释了之后 发掘了原来烏头的好处是很多方面的 譬如 除了我曾经所说的 我们要了解烏头 老海中有一个情境 就是台风中心 一个暴风雨的中心 即是说烏头通常是在一个狂风暴雨之下 来得很急剧的 症状是来得很快的 小朋友或者病者 好地地的 突然之间就 一声 病得很厉害 总之好像台风集到这样 突然之间令到你很害怕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在一个台风中心 突然之间台风来 你会感觉你突然之间很害怕 所以用在烏头的疗劑 这个症状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受惊 可能是被吓死的 譬如有时候 你可能你目击一个 一个罪案发生 或者看到那些人 是搶野 打架 或者突然之间 你目击 有个人被车撞到 在你眼前发生的 那你当然 你的感觉会很害怕 这种我们叫做 一种很惊吓的环境之下 你突然之间就出现 整个人就说 就是失声 他又震了 说话说不出 整个人都变成了 瞳孔就收缩了 这种可以这么说 任何的情景 当一个人目击到 这种突发的事件 而导致他惊恐的出现 就可以想用Econy 可以帮助他 也有些人说 Econy 就是同类疗法的镇定剂 很厉害的 好了 但你知道 当一个人 突然之间害怕之后 腎上腺素 整身的冲击 他又震了 很多时候 他们会深呼吸 会很害怕的 来到大量呼吸 你知道 你大量的 不断地深呼吸 就会出现 一种叫做 hyperventilation 就是说 你个人的身体 血度 是养分过高 你就会有一种麻木的感觉 所以 Econy 其中的阵营 他们 就会有一种 手指 即手掌 有一种麻木的感觉 还有一个 就是痛 有些人 是因为受了伤 痛 痛到他发泽 慌 大声叫 但是 另一个情景 我们看到 就是当你有心脏病法 对吧 一般的心脏病法 通常就会有麻木的感觉 或者左边 左臂 开始麻木 有一种 针刺感 接着就心跳得很快 接着他人很害怕 好像他人马上要快死的感觉 这种恐惧 这种感觉 惊慌 和加上心跳 通常是出现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出现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跟雷疗法这个烏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应用的药 当然他也很害怕 那时候烏头有一个阵营 他觉得他就快要死了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这种惊慌 也有些人很怕被人吓 吓他之后 他就跳一跳 但有些人吓他之后 就不单止跳一跳 整个心跳都快了 整个人都发毛 就进入一个疯狂的惊恐的状态 这个也是可以应用的情况 大家可以理解得到 一个台风 一个很惊慌 一个突发的情况 令到他的情绪 产生这种所谓叫panic panic attack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干有冻的风 也就是有些人风吹了之后 就除了发烧 他可能因为冻风吹了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伤风 或者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包括肢气管炎 或者10元仔一吹了 冻了之后就出现了 尿蒙尼尼 就是那个肺炎 或者吹了之后 令到面部麻痹 大家都听过一下 这种情况下 如果突然冻风吹了之后 面部即时麻痹 跟着又痛又成 跟着你的情感 就好像很惊惊 很惊惊 这个就是一个 Econic 的症状 也会看到 有些小小小的 被风吹了之后 耳朵突发性痛都很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 Econic 都有这些症状 我们要记得,在英文上有四个F 第一个F叫做Fast Onset,即是来得很快 第二个F就是Fever,即是发烧,高烧 第三个F就是Fright,即是惊王 第四个F就是Fear,即是恐惧,即是又惊王又恐惧,又突发又高烧 如果你见到一个病人有出现这四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Acony 大家也有听过,以前有人熟悉用Beladonna Beladonna 都是用在高烧,甚至审温仔高烧 Beladonna 丁茄和烏头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大家都是来得很快的,大家都是可能五间就会厉害很多 但是,两者两种疗疾有不同的地方 丁茄的阵营,面部通常是泛很红的 而烏头,因为它是惊恐的时候,面部是苍白的 丁茄的绅温仔发高烧,它是一种神分尖语 即是蒙蒙沉沉,好像温温等等 烏头的绅温仔发烧,它是一种惊王失措的那种 好了,烏头的做一个阵营,它皮肤通常是又干又热的 又干热又热的,它痛起来好像一种灼烧的痛 尖热的痛,有一种针刺的痛 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看到这些很严厉的症状 才可以用烏头,有时候很简单 可能有一小小凉被风吹,而出现的伤风也可以 我记得我早年前,我通常在暑假回来香港 我记得很多时候,早上起床,突然觉得喉咙很痛 可能香港冬天,不像加拿大 其他有失调,即是室温,所以你不是觉得很冷 但是在香港这个环境,很多时候回到香港 我们一般的家庭,在冬天都不会开暖气睡觉 我试过,我几次很容易,一早起床,后来很干确,很痛 我很少有这些情况,当时我就用烏头的尿剂 一剂,就即时就消失了,所以记得 当小孩或病者有病的时候,通常当时的环境是冬的 在肝冬的环境之下出现的 出现的症状可能会是严重的咳咳,可能白日咳咳,很深层的咳咳 可能亦是有肢气管炎,伤风,或者耳朵痛,或者是那个 在某个扁桃线发现的,这就是与空气有关的 但亦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只知道心脏病发的人都知道 那个人很惊慌,手足麻痹,还有好像知道 害怕到自己知道就发要死的那种感觉 那烏头也有一个症状,通常是五间尤其是 在小孩的婴儿突发性肺炎,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记住,是突发性的,心脏好地地,不是慢慢咬出来的 是突然之间,很严重的病出现了,肺炎出现了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烏头疗剂 有些人说,烏头通常是适应于用一个突发性的 早时的即时用的,有些人觉得时间过了之后 可能都不适合,不适用了,其实都未必一定 譬如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病是因为某一个时间 但被吓死了,虽然过了几个月之后,一年两年之后 因为他的病症是因为又吓死了 他有一次突然被狗追,吓了他 然后他经常发恶梦,连续发几个月也好 这个症状的起因都是因为受惊而起的 虽然时间过了几个月 因为这个烏头的烏头,仍然都可以用在这种治疗 很多时候,这十块钱,夜晚刻,我们就叫做 那些梦,即是那些梦,精醒 一之后,突然起床,哭哭哭哭 不知什么原因的时候,如果很严厉的哭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烏头的疗剂 也有些情况,有些人说很怕去看医生或者看牙医 如果牙医的时候,发到癫症 如果发到癫症的人,你可以用烏头 有些人发到标疗,震晒,软弱,走不到 我就用另一种疗剂,这个是Josemium 所以,在预期性的恐慌下,他有做一件事,他很害怕 也有些人很怕黑,或者很怕鬼 突然之间,在他的病,即是发病的时候 就有这些恐惧症,或者恐怕这些客宅的环境 他只是去到,他不是小小害怕的 他上飞之后,直接发到癫症的 知道吗?要下肌的,那怎么办 如果你懂得认识和疗化,就即时给他一剂 那他就可能立即坐得稳稳定 大家都听过,英文字有一个叫panic panic 其实是惊恐 原来panic 这个字,在希列那里 有位希列的神叫pan 这个pan曾经在神话故事里面 当时希列人和波斯人在战争 希列人叫希列这个神帮忙 那整晚,那些士兵就听到尖叫和惊恐的声音 那接着波斯的士兵就逃跑了 那你会看到,烏头就是用这种情况 痛,或者是临死,这种环境 那他有很多时候,发烧的时候 就会比较上,是很口干的 那或者可能不一定发烧的 他可能受了寒之后,就在夏天受寒之后 就肚射,那样 譬如小朋友,很多时候都会看到的 小朋友带他去海滩玩,玩了一轮之后 夜妈就发高烧,那样 在这种情况之后,他可能在山滩那里受寒 而即时,当晚即刻患病 这种情况,就是乌头的症形了 嗯,那好吧 麻烦你认为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乌头的资料 那这一节暂时来到这里为止 稍后回来我们再谈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又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了 袁医生,上一次你和我们提及过同类疗法是如何医治瘤酒的问题 今集可不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 自然疗法有什么食疗或方法可以帮我们改善瘤酒的问题 因为始终同类疗法的医生不多 一般人,尤其我们很多海外的听众 他住的地方周围未必找到同类疗法医生帮他手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自然医疗的领域 有些什么工具、饮食的习惯 或者有些简单的食疗、草药可以帮助到瘤酒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外国有很多组织 专门是帮助人治疗这方面的瘤酒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在1940年代、1950年代 在梅尼苏达市中心有一个叫做海药敦基会 就是Hazleton,Hazleton一个foundation 这个就用了一种叫做梅尼苏达的模式 去帮助处理这些瘤酒的问题 通常是假设喝酒是一种人 因为处理一些痛苦的情绪 或者因为心理的问题导致他喝酒 如果我能够正视这些 或者处理这些情绪、心理的问题 那些瘤酒的人就不会被酒精控制了 所以通常这些组织 通常是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支持、咨询 找回自我认同之后 对酒精的需求就会减低 大家也听过《Alcoholic Anonymous》 我和大家上一次也提及 其实AA会有两个创办人 其中一位是同学疗法医生 其实那个我们叫做戒酒无名会 AA会 其实它都不是属于一种治疗 瘤酒的中心 它只不过是大家互相支持的团体 戒酒无名会的会员 对于瘤酒认为可以医得到 他们都不认为 如果你自己是有这个问题的人 你终身也是 就算你二十多年来 都没有碰酒精 你都是处于复原期 不是医好了 所以他们认为 瘤酒的人 他曾经是瘤酒 他一世都是这样 他根本不会医不到 所以他们那些会员 是几十年来 都是这样 大家是一种社交交流 互相支持 希望用这种形式 但是我也都知道 我上次都提及 其实为什么有些人 喝酒 喝得来 就不会成为瘤酒 他不会不受控制 有些人虽然可以喝很多 但他也很容易可以停就停 但也有些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 瘤酒的问题 其实不应当是一种性格缺陷 其实很多时候 是有生理方面的问题 导致出来的 有一位叫做 Jone Matthew Larson 马修来 来心 这位博士 他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他发现 原来很多瘤酒的人 的问题 其实就是 好像糖尿病的先天性的 和胰岛素代謝问题 和糖尿病的人 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人的身体 那个瘤酒的问题 不是一个情绪性格的问题 而是他身体 是一种生存代謝的问题 就是一种生理系统的问题 所以 他们 Larson 这位博士 开始用很多 用维生素 抗物盐 安基斯人 或者其他 营养的方案 来处理瘤酒人的 体内内的生化原因 来帮助他们 治疗瘤酒问题 他用一个 我们叫做 生理 生存代謝的 生理方面的问题 他发现 原来很多瘤酒的人 其实他都是患了一种 血糖低的病 叫低血糖的问题 在他做过多方面的调查 他说 如果瘤酒的人 我们不能够 帮他处理身体的 糖分的生存代謝 其实他是不能够克服 不喝酒的问题 其实瘤酒 是我们一种生存代謝的毛病 是一个血糖低的 生存代謝毛病 而引致的 大家知道 瘤酒的人的寿命 比平均一般短成20年 即是不论他们 怎样去戒酒都好 他都是短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 不是只是酒精伤害他们 背后 其实他有一种血糖的问题 好了 在康佛中心 他曾经采用一一分 葡萄糖 tempo 可是 superior 连续做你五个小时的血糖测试 从而可以准确地知道 到底有没有血糖低 但知道大家血糖低的症状 包括会头晕、容易生气、焦虑 甚至乎有暴力的行为 这些也是我们很多时候 会见到淤酒的人出现的问题 他发现100位淤酒进行 这些葡萄糖内糖测试里面 百分之八十八的人都测试了 是唯有低血糖的 另外一位医学博士 Emmanuel Zelensky 这位早年七零年代 是一位很出名的医学博士 他用营养学来处理很多问题 Jelensky他们的发现 他研究过淤酒的人里面 有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五都患有低血糖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过去处理淤酒的问题 大多数在生理因素上 忽略了体内最基本的生化缺陷 和生化反应不足的问题 所以他会用另外的方法 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他在1970年代研究 他发现在中南美洲 有一个暴落的印第安人 Kula的印第安人 他们是因暴力而出名的 甚至乎过失的杀人 是常见的情况之一 当时70年代 有些人类学的研究显示 发现原来这班人 全部都有低血糖的问题 可能这种人接触了文明食物 他本身有低血糖 文明食物有很多糖分的食物 所以他就开始真正遇到的酒精 出现这些问题 好了 他们多方面的研究 发现我们要处理 或者帮助义酒的人 首先要做一个多方面的 多层面的评估 要一个评量 例如包括葡萄糖的内糖的测试 以及甲状线功能 可能甲状线低或者甲状线高 血清里面的生和酮的含量 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 有时他们也要测试 有没有白脸猪菌 或者酵母这个含量 很多情况之后 是因为营养的因素导致的 我们知道有四分之三的人 因为身体有很多白脸猪菌 白脸猪菌如果是 存在在大脑里面 就会引发抑郁 精神仿佛 以及极度疲累 白脸猪菌的食物是什么 就以糖为主 所以我们要考虑很多方面的治疗 中心用很多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维生素、氨基酸、抗物炎 有些配合一些天然的营养素 包括一种叫做Li 叫做Lglutamine 中文很难翻译这个字 Lglutamine 其实是一种氨基酸 这种氨基酸 原来是对降低酒精的走引 很大帮助的 可以用这种Lglutamine Lglutamine 可以帮助一些喜欢吃甜食的人 可以减低他最进食甜食的 很简单 只不过将它 这些可能有些 有些 有胶囊装的 份量大概由2公克到5公克 5公克的份量大概是一小茶匙 5公克 最好吸收得最好是两餐之间 即是饭餐之间 一般我们所谓的饭餐之间 即是空肚的意思是 饭前半个小时 饭后一小时 这个也是空肚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发现我们身体的神经细细细细的物质 是一种氨基酸 所以我们通常发现 酒精和药物上瘾的人 通常都是缺乏某些氨基酸 令到没有办法合成 这些神经传道的物质 就造成沮丧、敌对 或者攻击性的行为 混乱、焦虑 还有偏执狂的这种症状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身体的营养状态出现问题 所以除了维他命抗生素 维他命抗物炎 我们用到维他命抗生素B杂 B杂的好处是 帮助我们血糖 我们的能量的运用 还有阿麻酸 Gamma 阿麻酸 这些可以帮助 减少脱饮过程的症状 提升新生的状态 是帮助我们 当然如果我们在过程里面 睡得很差 因为断饮时睡得很差 我们可以用脱黑激素 脱黑激素 一般用法 我们用三个mg 吃多一点都没问题 我曾经所说 L-Glutamine L-Glutamine 是可以减轻的 还有一个落 Cromium Cromium 亦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和低血糖 另外有种安基酸 叫做Taurine 就是安基酸 牛黄酸 Taurine 这种安基酸 是帮助我们的身体 吸收尾 和其他大部分的抗物炎 如果我们身体缺乏 这类的Taurine 这个安基酸 牛黄酸 我们身体吸收尾 就会差一点的 他建议我们可以每天 服用大概2000毫克到4000毫克的牛黄酸 所以你看到 其实我们不是否定很多服康中心用的方法 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很多自然疗法的工具 除了我们上次讲及的同学疗法的配方之外 其实很多在营养方面 尤其是血糖方面 我们控制得好一点 我们走引的问题都可以应人而解 那很多谢袁医生为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关于瘀酒的资料 那其实香港就没有什么戒酒的服务中心 那各位听众听完这两集 就知道很多关于 如何透过同类疗法和自然疗法 去帮助戒酒这些问题 另外也都知道了 原来和低血糖这个问题是相关的 那大家可以就着去透过 用自然疗法的食疗那些帮助一下 也都应该更加关注我们的血糖问题 那另外 袁医生今天 似乎去 刚才去了牙医 看一看牙 是吗?上次做完手术之后 是啊 那我刚才说回来 那我就要去牙医那里 那这次原来去做什么呢? 就是将我上个星期 我去做一些牙的手术 中牙那方面 那那个牙医就帮我刮开里面 连了很多针 那一个星期之后 通常都愿意拆线的 那我今天呢 我就去到那里 就是他说很快的 然后一分钟两分钟的事 那他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呢 其实在这个星期的复原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里面的那些针 其实自己已经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那一只 是不是会融化那些针 没错了 那通常呢 就是逢的针 有些是自己会融化的 但是他用的那些针 是不会融化的 黑色的 是一种棉质的针 是身体不会融化的 但是始终呢 大家都知道呢 身体有一种治愈的能力 身体如果里面埋藏一些外来的异物呢 你的身体自自然呢 就会怎样呢? 会将它 退走 所以在这短短 这几日里面呢 我身体已经将那些 補的牙 那些线呢 是自己呢 慢慢地退下退下退下 退下退下 退下出来的 那我初初都是觉得 为什么突然之间 好像有一条东西在里 那条你拉下它 拉下它 发现我原来是一条线 那越来越出越长 越出越长 那结果到今天呢 其实都脱了 那牙医有没有常不常见呢? 这个当然 对她的经验来说 是很少 我想她都没见过 那她也不知道呢 其实呢 我都跟她 当时她都叫我 通常来说呢 给你止痛药 给你抗生素 因为你始终做了牙手术 对不对? 通常她的习惯性 都是给你很多西药 那我跟这个牙医都很熟 她知道我是做自然疗法的 我也是同意疗法医生 那我通常都没有用这些药 那我并且浪费 我都不会用的 那我当时呢 在弄了牙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记得 大家有机会去拔牙 或者做牙的手术 那我当时呢 我就用了两个简单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那个 阿尼卡 那个阿尼卡 就是那个 那个 三金车 三金车 阿尼卡Montana 三金车 那三金车 阿尼卡 我跟大家都 都讲述过很多 就是有些 雨伤啊 撞伤啊 早两集都提起过 上次都很详细讲了 那我通常呢 就自己就吃那个 阿尼卡 那就是三十施 那我就吃它几剂 我通常吃一剂 我已经见到 那只牙呢 就一路一路康复回 回复原来的感觉的 麻醉药 就即时呢 在五六十分钟之内 一路一路这样退 那有时候 我可能十五分钟 吃一剂 吃两三剂 基本上就好了 那我都保持吃着 记得就吃一下 那这样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就会用一种 草药来浪口 这种草药叫做 Calandula Calandula 那中文我们叫做 金盏花 一般的叫做 Marygold Calandula 其实很多人的 花园里面 其实都有的 通常有人当它是一种 一种野草的 是黄黄的 那些花 我相信大家都 经常会见过 但是不知道呢 这种野草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药物来的 那Calandula 通常呢 通常呢 是一种草药的形式之下 那我就用来浪口 我就是扔它十几二十滴 一杯浪口水那里呢 那我就浪口 那同时呢 我晚上呢 就将一些 沙布呢 就滲了那些Calandula 就塞在伤口那里 那里 比如你拔了牙 那里的伤口暴露出来 那我就拿这个棉花也好 或者用那个沙布呢 滲了一些金盏花的草药 那我就塞在牙那里 就整晚过一个晚上的 那金盏花呢 是对很多很多的伤口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好的 令它复合到好到 是完全没有疤痕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般人的家里呢 应该是常備的 Calandula Tincture 和Arnica这个疗剂 那我都跟大家说过 Arnica呢 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药 那所以如果你是有 Arnica的草药呢 就不适宜于用在一些 破了皮肤的伤口里面用的 因为它会刺激它的 那但是呢 Calandula呢 就不是了 Calandula呢 是适用于在 就是破开的伤口用的 那早年同学疗法医生里面 其实也有都是 是医生做外科手术的 同学疗法医生的 那他们呢 就会用Calandula呢 来到 来到 来到清洗的伤口 就不会用这些 化学的物质的 那所以呢 任何打开的伤口 你都可以用 譬如有时候 可能你皮肤 跌到地下 刷到损了 那我上次都和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家里没有Calandula 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蜜糖 是不是 蜜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伤口的复合得很好 也都可以帮助你 阻止一些细菌 或者是杀菌 那除了这个蜜糖呢 Calandula也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叫做Abration 就是 伤口表面呢 刷到花了 可以用在这方面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烧伤 如果你烧到很严重的烧伤 那也是在外用方面 譬如你烧到已经有点焦 不是这样的水泡 那方面呢 那除了我们上次说的 芦荟啦 那个蜜糖啦 那也都可以用Calandula 尤其是呢 是你烧到差不多 或者出血这样的 可以用这个 即时可以煮血的 我记得很久 好几年前呢 我在诊所那裡 那外面呢 有些工人 装修工人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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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伤了头皮 你知道 头皮撞伤呢 是通常 就是血管很多的 四分之一的血液 循环在我头那里 所以呢 面部的头皮呢 受伤呢 通常那些血就涌出来的 那这个工人呢 就走到我的诊所呢 就求救了 那样 那我们同事都知道的了 立刻拿Calandula 拿些沙布 浸些Calandula 浸之后 即刻扣到伤口那里呢 很快就伤口就停止了 那所以呢 即是Calandula 去对那些 就是伤口啊 咳呃 譬如做到外科手术之后 那你不想用那些化学的药 那就可以用這些Calandula 来埋口 因为呢 Calandula埋口之后呢 其实它的粒是会小很多的 甚至乎是没有什么粒的 或者刀箱 或者可能你不小心去 给一些尖锐的东西撕裂你的皮肤 可能你磕那些铁丝网 不小心地压到刮到 整个表皮是撕裂了 Calandula也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当然最简单就是 先用一些细菌水 不要经常打算用化学药水滴露 用细菌水清洗之后 再用Calandula来清洗 然后用浓的Calandula就可以敷 帮你的伤口就会复原得很快 也有一个情况 譬如你可能会刺伤了 刺伤了的情况 也会流血 也可以用Calandula 但是有一个小心的地方 我们通常觉得 如果你是因为针刺或者钉刺伤了 如果伤口很深的话 应该先让伤口流清了血 不要用Calandula 立刻把上面的伤口敷了下去 令伤口埋得太快 因为可能里面有些污脏东西 你要先将那些污脏东西 让它有时间有机会 流出来之后 才被它迷口 所以如果你的刺伤的地方 是很深的刺伤 就不要用Calandula 那么快 你先要将它的伤口 让它慢慢清洗 慢慢地爆破 那些污脏东西 清洗之后 打开它 清得干干干净之后 你才用Calandula 这是要小心的地方 因为Calandula 帮你的伤口收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的伤口 可能半寸那么深的 那里面可能有很多污脏东西 也可能有破伤风菌 所谓 那你不想它 就包了下去 那慢慢地它就会吐出来 那最后可能有化弩中通的 所以任何伤口 溃养 溃烂 例如你可能有时候那些 可能糖尿病的溃烂 也都可以用的 那所以Calandula 是一个外科手术的益友 那大家也可以记住 那当然Calandula 除了在外科用之外 那也都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可以内伏的 就是你有了做了手术之后 除了外面是用涂茶之外 其实里面都可以的 那譬如有些 有些 妈妈 生小朋友 那你知道 生小朋友的过程里面 那个子宫 那个阴道那里 是很撕裂的 那我们用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内伏 Calandula 外都可以用 用那个金盏花 来敷洗它 来敷茶它 那你知道了 在我们那个 在那个生小朋友的过程里面 不单止是阴唇 可能就是撕裂了一点 那也都可能因为有手术 对不对 它里面可能都 那个阴道里面也都 有手术的创伤 那我记得都可以用的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的经验都相当多 我也都遇过很多 很多的病人 朋友啊 那他自己都觉得呢 这个是他们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 的因人来的 那所以呢 这个记住一下 在一般的外外 就是外科的 伤口里面呢 那我们要记住 用金盏花 Calandula 那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应急的工具 好了 那就是上次 我们说过的 生金车之后呢 那今次这个金盏花 都好像是我们 居家必备 那似乎 对于应急 是不是加上烏头 会更加好 是不是 如果用手门 在家里的小孩 是的 尤其是拔了牙之后 就是有些人拔了牙之后 那些牙血是不停的 那你上去止牙血呢 其实很快手 都可以用那个金盏花 不就是那时候 不用拔牙之后出血 有时候任何情况之下 流牙血流得很厉害 都可以用的 那当然你流鼻血 可不可以 当然一样可以 任何有伤口流血 都可以用的 那当然 流鼻血呢 那个问题呢 有时候一个体质问题 那我会用 另外都要加用一些 适当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可以防止 这些小孩经常性的流鼻血 那将来有机会 和大家 但是流鼻血 是否饮用会好些 没有位置可以敷 流鼻血没有东西的 通常是失棉花的 那你失棉花的时候 然后呢 你用那个金盏花 填棉花 填棉花 或者我们有一些 金盏花 那个是一个噴霧剂 那你用的噴霧剂 就噴到鼻孔里面 那这个呢 也都可以帮助你 就是所谓止血的用处 那所以 你准备见到伤口 啪啪声 流得很厉害 你记住是金盏花 那我相信呢 在我们的听众里面 如果在家里面 起码具备这两个工具 那Calandula 也都可以有时候 用一些是一种 有种cream 或者lotion 那但最基本呢 我觉得呢 都是买那些草药的 或者噴的草药也好 或者遵装滴剂的草药 那避在家里面 那这个是很耐放的 在一个家里面的 就是我们的急救箱里面 是必需要有 那也都可以有病人呢 去外面去外面旅行呢 要必备的工具呢 都有加上arnica 和金盏花 Calandula 那好吧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要发表的 欢迎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今集时间又够了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塵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